中国文化中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我们要复原它们 并且传承下去 继续影响全世界 从前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将军梦 随着潮流的风向 中国甲州魅力已经被国人遗忘 为了在线甲州文化 清华毕业的张超 放弃体制内的安稳工作 重提提一 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甲州男团 铁语踏白 振兴是传统工艺保护九大环节最重要的一环 首先要做好维护和传承这两项基础性工作 在历史上 甲州属于严格管制物品 不允许民间收藏或者私人屏葬 整套出土的甲州少之又少没有实物 它们只能更多地通过文字记载 以及壁画 造像等尝试复原甲州原貌 日本的甲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能够看到 欧洲的板甲根本不用说 它们都非常熟悉 但是中国的甲州是什么样子 什么材质 什么颜色 中国人可能自己还不太清楚 在古代有甲的人就像一辆坦克一样 一般的弓箭和刀剑都砍不烂的 只有弩箭和毛隔一类才是有效的破甲武器 没有甲可能一刀都扛不住 有了甲可以砍一条尖 明朝末期曹文昭 凭借手里的三千人追着敌方三万人打 打得对面文风丧胆 身为山西总兵后 还是靠他的三千人马 追着紫金梁的二十万人打 打得基本没人敢踏入山西境内 在西豪之战中单枪匹马被包围在万语民军中 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 军中有一草 西贼文之心打摇 说的就是他 在这里面 如果他没有铠甲的防护 他也是无法活下来 所以在古代你可以有刀 有剑 有枪 有弓 但如果拥有甲咒这种顶级防御装备 证明早就准备好了谋反 是要被杀头的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制作当然不简单 里面至少需要掌握炼铁 皮革 漆翼 金属工艺 编织五项工艺技能 生产工艺也有上百个工序 包含断打 转刻 嚷嵌 甲片打磨等等 特别耗负员工 所以制作周期也特别长 普通一件甲咒都有上千块甲片 轻的去到二十斤 重的高达六十斤 想把他们穿在身上 对人的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 瘦弱一点都不行 在他看来 当下视频平台在国内的兴盛 非常有利于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青年群体中传播 既然自己力所能及 就有责任去传承这种精神 虽然古代甲咒 已经抵挡不住现代的枪炮 但当你真的把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沉重 重的 不只是那上千片的甲片 也是上面承载的责任 是历代工匠的成果 去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我们视频创作人 在这个新媒体举起的时代 是富有意识责任和使命的 如果说一百年前 新青年打开了中国人的心旨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应该是继承和发扬 这种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